春节将至,家人也该围在一起包饺子了 今天来分享两种馅料 多汁的牛肉馅和香气四溢的猪肉馅 这是牛身上不同部位的两块肉 这块是带有油花的牛腩 适合包饺子或者炖着吃 这块是偏瘦的里脊肉,适合炒着吃 价格比牛腩贵一点 包饺子建议选用牛腩肉,香而且便宜 多数人认为牛肉中含血多 需要长时间的浸泡再使用 其实那不是血液之类的东西 它只是存在于牛肉组织中的一种蛋白质 血液在屠杀的第一步基本上放完 只会有一小部分留在心脏的位置 所以做馅料的牛肉先切成大块放盐水中 清洗干净便渴,无需浸泡 浸泡时间过久,反而会影响后期调味品的渗入 控干水分 控水的时间来做一下花椒水和花椒油 先用清水冲洗表层的浮沉 再倒入开水浸泡 我这次要做的是牛肉芹菜馅 提香去腥 捞出花椒 放少量的姜末 用油的余温爆出生姜的香味 都准备好后来调馅料 肉类容易滋生细菌 建议买回来洗干净 用料理及搅碎使用更放心 这里是250克的牛肉 加了25克的花椒水 它会在搅拌的过程中渗入到牛肉中 花椒去腥,水会在加热的时候随着牛肉的紧缩而渗出 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香而多汁的牛肉饺子 一次放入生抽 蚝油 13香 我的口味偏轻 所以配方中调料的用量适中 喜欢口味重的 您可以增加调味品的用量 拌匀后加入刚做好的花椒油 盐最后再放 过早的加入会使牛肉紧缩 而影响到其他调味品的渗入 拌匀后的油裹在牛肉的表层可以锁住嫩部的水分 饺子的味道最终取决于这份肉馅 后期不论是加葱还是芹菜 只是为了把牛肉分散开的同时增加一些菜的鲜味 使馅料不至于太紧实 吃完后更易消化 馅料比较多,分成两份 一份密封冷冻 下次使用前解冻后加入蔬菜便可 一份拌芹菜今天来包 相较于牛肉馅 猪肉馅又简单很多 这是一块已经洗干净的猪前腿肉 去浇猪皮 肥肉瘦肉分开切 肥肉切成小丁来榨猪油 瘦肉切成大块 瘦肉中加入生抽和蚝油 搅成肉泥 表层铺一层葱花 肥肉开小火炸到开始变黄的状态 烙出来 很多人不喜欢生姜和大蒜的味道 但是它俩是去腥、提香、最原始也最有效的食材 有个很好的技巧 用油的余温把它们加热一下 您只会凭到香味 吃不到它们的省辣味 先放13香 再喷上热油 盐依然是放在最后 到这里就跟牛肉馅相同了 蔬菜甚至是豆腐 都可以跟它拌一起来当饺子馅 再过几天 在外的油籽也该回家了 吃一碗妈妈做的饺子 不管贫富 有妈的地方就是家 学会馅料的制作 回家和妈妈一起包饺子吧 下期我来分享彩色饺子皮的制作以及包法 我是小明 下期我们再见